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28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节目 那么今天A股还是一个缩量小幅反弹的表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 今天大盘的表现和昨天还是蛮像的 都是在权重股资金流出的背景下 跳空高开,然后指数往下走 再自己拉起来 那么昨天和今天稍微有点区别的是 今天贵州茅台和五两页出现了一些资金的净流入 但是大金融板块和昨天一样 今天还是一个资金净流出的背景 虽然我们说目前A股大盘还没有真正起稳 不过指数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 目前我们认为上证指数距离出现反弹已经越来越近了 从我们个人来说 我们还是希望上证指数先去补掉7月6号的跳风缺口以后再出现反弹 那么这样的话反弹会走得更稳一点 但是现实情况会不会这么走 这个我们只能边走边看了 从这两天上证指数的日线图上 我们可以发现目前上证指数是走了一个双十字星 再结合互生两市已经连续两天成交量出现萎缩 今天更是萎缩到了不到9000个亿的成交量 这本身就显示出上证指数即将会出现一个向上或者是向下的方向性选择 从现在的情况看 我们认为选择向上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 首先从7月16号开始上证指数就好几次出现过向下去回补7月6号跳风缺口的迹象 但是目前7月6号的跳风缺口还是没有被补掉 这说明上证指数在这个缺口的支撑力度还是很强的 其次这波行情的发动最早是来自于券商股 然后是衍生到了整个大金融概念 但是这两天在整个大金融板块资金连续浸流出的背景下 上证指数还是守住了3200点的位置 还有之前中芯国际上市后出现了连续调整 这直接拖累了科技股和整个大盘的表现 不过最近我们也看到中芯国际在70块钱附近有了一个明显的支撑 所以一旦中芯国际开始走稳 那么后面科技股的反弹也会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所以综合起来这么看的话 我们认为后面上证指数向上的可能性会更多一点 北上资金方面今天北上资金是净流出22.3亿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深股通已经是连续两天出现的净流入 那么现在就要看护股通什么时候会出现净流入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农户榜 以及后面可以考虑的选股方向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农户榜情况 今天农户榜上主要获得机构金增持的一共8家 第一家宝林宝属于食品饮料板块 今天是获得内地机构行为增持5367万 第二家庄园牧场 同样是来自于食品饮料板块 今天是获得深股通行为增持1469万 第三家光奇技术属于军工板块 今天是获得深股通行为增持1510万元 第四家宝通科技属于网络游戏概念 今天是获得内地机构行为增持1296万元 圣古通席位也同步增持了1257万元 最终合计是获得机构金增持2553万元 第五家安居宝 属于安房概念 连续三天 内地机构席位是累计增持的1011万元 第七家盛达资源 因为最近白银价格出现了连续的暴冲 所以也获得了机构的青睐 那么今天是获得内地机构席位增持3045万元 圣古通席位也同步增持了3079万元 最终合计是获得机构金增持6122万元 第八家浙福控股 属于微费处理概念 今天是获得内地机构席位增持6979万元 圣古通席位也同步增持了792万元 最终合计是获得机构金增持7771万元 另外今天因为工厂发生爆炸 我们看到斯泰利是直接被打到了跌停板上 但是在龙户榜上 机构席位还是有买入7000多万 所以有兴趣做短线博弈的朋友 可以去适当关注一下 另一方面 我们看到最近美元指数是连破新低 目前可以说新的一轮弱势美元 已经是必无可避了 所以对于喜欢中线操作的朋友来说 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去配置一些周期股 另外同样是对于中线投资者 目前也可以开始建仓一些行业龙头股 包括说像消费电子行业 特斯拉概念以及一些周期股的龙头 接着我们看一下今天北向资金各股情况 今天北向资金净流入前三名的分别是 正邦科技净流入6.96亿 宁德时代净流入6.89亿 力训经历净流入6.17亿 而今天北向资金净流出前三名的分别是 中国中年净流出3.54亿 龙基股份净流出3.32亿 以及海康卫视净流出2.91亿 那么这是今天晚上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明天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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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